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一个 为在高雄的永安儿童之家 成立九年以来 为许多孤苦无依的儿童 提供了庇护 社会事件层出不穷 往往受罪是最无辜的孩子 许多儿童被否孤苦无依 就是家庭状况其实比较抵杂的 小朋友不适合待在家里 我们这边就是其实有 小朋友是性情的个案 永安儿童之家 家童大部分是由社会局 政府单位等转介入院 许多资源都是透过社会局 及多方善心人士的协助与捐款 碗筷一定得自己洗 衣服也是 如果够大的话 绝对要自己洗 就是没有人可以帮你 提供儿童安全舒适稳定的环境 就学的机会及课后福导 在这里生活简单 小小年纪就必须懂得照顾自己 对每件事都心存感激 社工人员给予爱与关怀 对每个小朋友都是尽心尽力 不离不弃 我们就打电话过来说 你们有没有在吃米粉 我们这里有些米粉 你们有没有需要 我们就拿一些过来 给孩子们吃 我们都很感动 这里的每个孩子 都有不同的生命经验 由专业人员对家庭人格 及特殊行为进行辅导 让幼童可以对家庭 社会得以适应 不是要工作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有热忱 是因为在孩子身上看到希望 他们还这么小 他们未来还有这么长的一段路要走 永安二通之家对他们来说 是家 是最安心的避风港 小朋友要好好从小学习规矩 而在嘉义 有一个算是很特别的幼稚园 里面有一位鸭司令 专门教小鸭子下水 下水运动 吃东西回家 我们一起去看看 小鸭子要怎么样教 才会听话 小鸭子要怎么样教 学习但是有 себе 这 sabem ��은市民越来越多 小鸭子要软 已经让他们弄到 不一定放幾次 再放兩次 再放三次 如果看就要看日子 再去日子 後天就把它放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